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驱舍论上那句话讲得很重 连佛的势力都无法改变你的业力 你说有多可怕 为什麽 因为我们现在的业力就是我们自圣本具的德流 我们将它流曲了走偏走邪者 如果走正它就成佛 圣菩萨成佛 我们搞歪搞偏了 偏到轮回 偏到地狱 而现在科学家讲的是念力 最近梁子力学家时时讲念力不可思议 那个念力可以说 将自圣的能力 发发修正的能量 和我们现在造业的能量混合在一起 念力 通通是念力 我们迷惑天堂 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 自私自利 那就偏了 偏差太大了 佛菩萨起心动念 祂是为遍法界虚空界 祂不是为自己 遍法界虚空界里面一定包括我们的冤亲债主 换句话说 要包括欺负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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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包括障碍我们的人 知道 us 统统包括 personalities 我们统用清静心平等心 用真心化解问题 我们用真情心对法 用真情心对父母 用真情心对所有一切一切用心 我们真做 这样身心舒畅了 中国古人说一句话 叫人者无敌 人者是佛门里面对菩萨的专称 人是仁慈 人者是仁慈的人 仁慈的人无敌人 无敌对的 有敌对就无仁慈 他跟我敌对 我不跟我敌对 他迷紧 我们用怜悯心 同情心对他 他未醒过来 他如果醒过来跟我一样 和诸佛如来一样 多替人着想 自己受点苦难 受点折磨 欢喜 业障消了 好事不是坏事 时时时这样想法 时时如是观 心开意解 就非常快乐 所有怨亲债主 我们都共上牌围 我们每日每日 两次讲经 两次回向 我们求佛菩萨 慈悲保佑那些人 帮助那些人早日觉悟 早日回头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本频道开启小铃铛 alities